大家好,我是莎莎 今年全球大学最新排名 香港大学排名到第22名 创新高 然后香港的还有六间 排名板也是比晚年高了 科技大学就是27名 中文大学就是43名 城市大学也上榜了48名 就连理工大学也排到了76名 比晚年还上升了16位 以前打暑假工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小男生 我看他平时都比较省的 就不会像其他男生去外面 又喝水啊 又买零食啊 又或者买其他东西 他就是上班下班吃饭 然后他说他是单身家庭长大的 然后就是那时候7月份 暑假放版了 他们的DSE放版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他说他考上了理工大学 我说那很好,恭喜你 但是压力有点大 我说怎么了 他说学费一年要三四万 给他妈妈添了很大的负担 哇,好孝顺 而且是不包住宿那些的 只是关学费 就是三四万 然后自从那时候呢 我的概念就是 读大学 每年的学费都要三四万 但自从昨晚 我看了一个香港的中学老师 给自己学生出了一个视频 就是考内地学校的指南 应该是两三个月 几个月前的 但我今天才看到 就是这张图 我当时看到 我一直在数学费一年 是多少个零 然后我数来数去 好像 是不是少了一个零 本科大概五千四亿年 住宿费两千五至五千 活饰费每天不超二十块的 学校饭堂 这价格和香港相差的差不多十倍 真的 而且香港政府呢 还特别支持香港的学生 和内地升学 还可以申请那个资助 虽然要那个入息审查 不过呢 基层的学生申请 这些呢都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如果得到全额资助呢 就是一年会给你一万六千八 然后如果是半额资助呢 就也有八千四百 那这个是如果为内地升学呢 这些钱已经绰绰有余还有胜 这哪里是15年的义务教育啊 简直去到了20年的义务教育 这老师可能拿了香港学生 最喜欢报的一些大学 因为他对港澳台学生呢 要求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呢 读读也会没那么高难度 这老师可能是拿了 华大中山大学啊 或者济南大学的学费来参照 然后我真的很难接受 我就自己去查了一下 中山大学每年六千块学费 那相差也不大 像这个老师说的 几千块一年学费 然后觉得自己的频道 转换的太差了 就像有一次回生这 我身上没有人民币嘛 然后我就问我老公说 我想吃雪糕 你给点钱给我去买雪糕 然后他就全身的掏掏掏 他也是掏出一张十块钱 我说十块钱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好想 过了后面我说 你不吃吗 十块钱不够买我 然后他说 十块钱可以吃到你拉肚子了 我的脑袋叮的一声 是我是我 围在香港十几块一条 便宜的也有七八块 我们来看一下香港大学的收费 本地的本科生 四万两千一百一年 非本地十四万五千一年 多了十万块 这次真的是没吃过猪肉 也没见过猪跑 真的是多出这十万块是什么东西 他到底包含了什么 好 反正我看不下去了 这期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哦 拜拜